为什么变形金刚打着打着就突然要戴面罩了 难道套上皮肤之后会有攻击力加成吗 但大家仔细观察后会发现 并不是所有的变形金刚都有这个功能 只有汽车人劳大擎天柱与大黄蜂 以及买个床这三位才有戴面罩的资格 要说戴面罩次数最多的当属大黄蜂了 而且戴上面罩之后的他几乎没输过 在大黄蜂独立电影里 面对着体型比自己大好几倍的红蜘蛛 在逆境中依旧把红蜘蛛给反杀了 在变二里面对如蝎子般灵活的狂暴 戴上面罩之后的大黄蜂简直把他当人机一样爆出 最后甚至将他分尸而亡 在变三里大黄蜂本来都快要被声波给击毙 但大黄蜂抓住了机会 最后一枪把声波给贯穿了 由此看来戴上面罩之后确实有战斗力的加长 其次就是面罩还具有强大的保护作用 在变形金刚五里 擎天柱被昆塔沙所蛊惑 大黄蜂为了让老大清醒过来 只能与其大打出手 虽然大黄蜂前期略占优势 但无奈擎天柱作为汽车人老大实在是太强了 正当擎天柱要一剑将大黄蜂了结实 大黄蜂戴上了面罩 挡住了只致命一击 因此变形金刚的面罩不仅有战斗力的加长 而且还具有强大的保护作用